大家好,今天我又来修西游盘了 这一个盘我之前并没有打算拍的 但是看到今天料板刚好到了 所以我打算来拆一个盲盒 看一下里面能不能拆出同款的料板 这块盘之前我检测出来的故障是主板挂了 板子我修了两天硬是没有修好 它的供电都是可以出全的 颗粒还有这个主控我也单独拆下来检测过 单独测试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合并在一起那就不行了 包括使用SATA飞线定义也是一样的情况 无奈之下我也只能寄希望于这块料板了 为什么说这个料板稀有呢 因为它是MLC颗粒的 至于它这个颗粒来源正不正规 那就不得而知了 U盘的型号是反响的 F395 不知道它是不是太耐用了 这个型号我在国内某大型料板平台上也不容易找到 我依稀记得两年之前接到过一个同款型号的盘 当时也是这个主板坏了 找了好几天的料板才找到 原来的这个主板是AS258主控的U盘版 主控信号的布线跟我手上的这个还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把这个配件盘的外壳拆下来一探究竟 让我研究一下从哪里拆的 应该要先把上面这一个卡扣给它去掉 这是一个推拉杆 尝试了很久 终于能把它里面的核心给它撬出来了 这里面还套了一个塑料桶 跟闪迪的一样难拆 如果同型号的盘里面拆出来的料板还不是这一个板型的 我估计就暂时没有办法了 这里面还打了不少胶水 剩下的应该就好办了 直接沿着边缘切开 还行 料板应该是一样的 让我把它完全拆开吧 幻音刚弱我就被它狠狠打脸了 当我把这块主板取出来 再翻过来一看就傻眼了 这块料板虽然远看起来差不多 而实际上料板上用的是一个HG-2258的主控 我原来的这个盘用的是AS-2258 HG-2258它对应的是PS-3111主控 而后面这里的跳线也不太一样 应该是缺了几个 这块板子我不知道有没有英特尔合并西那一个跳线 具体还是要拆颗粒下来检测一下 虽然有细小的差异 但是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下小小的改造 AS-2258跟HG-2258这两个主控是可以互换的 只是在生产的时候写入的固件有点差异 拆颗粒之前先让我把这两个主控给它交换过来 先把料板上的主控给拆了 接着我们给它清理一下焊盘 最后再把AS-2258给它干上去 我们先上机检测一下换好的这一个主控能不能识别到 好的 料板上识别是没有问题的 接着我们把颗粒拆下来 量一下有没有英特尔的跳线 英特尔合并西的跳线 它在第七个点位上 第七个点位刚才我测量过了 从这个坏盘上面测量到 它是对应西口左下角这一个电阻的 恰好我这个料板上面 左下角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贴片位置 不过上面并没有贴元件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这边的线路是不是通的 从这边数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 通了没有毛病 我们直接一坨锡给它连起来 接着我们把颗粒给它重新干上来 先把料板上的给拆了 这一块盘上计以后 它是直接识别出了这一种乱七八糟的容量 一三四二一七七二七点九四GB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我想这一个就是它的原始故障了 不过U盘的型号倒是识别出来了 这种大概率还是固件上面的问题 固件问题那就要重建翻译器了 我们先把它原来的这一个桥接器给它拆掉 然后再给它飞上SATA接口的定义 针线活这边我已经给它做完了 咱们给它短接看一下 这个主控能不能读到 20兆的分区出来了 证明这个针线活做的没有问题 现在连接上设备也能正确读到这一个主控的型号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固件 一般这种L06B的颗粒对应的是21.3 这个固件版本型号的 然后再次给它重建一下翻译器 反响的这个型号已经读出来了 这个重建过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现在刚好是星期四晚上的9点多 为了不浪费时间 我准备去外面打一下野 好久都没有体验过疯狂星期四了 今天的肯爷爷那边已经提前疯狂玩了 只能到隔壁大洋先凑合一下了 人还挺多的 看来都是跟我差不多的情况 第二天回来 这一块盘就给我报了一堆错误 上面加起来 一共有一千多个坏块 下面还有各种报错 这就不好玩了 如果这块盘它是TLC或者QLC的颗粒 这么多坏块的情况下 资料大概率是不保的 但是这个颗粒它是属于MLC的 也许会有一点点希望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神秘加成 这个分区好像还行 刚才我尝试读取了一下 这个盘里面一共有300多G的资料 数据目前看起来问题不大 目前它这块盘的资料读取速度在两兆左右 如果后续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 大约在两天以后 这一个资料就可以恢复完成了 现在我正在剪着胜利结算界面的视频 结果突然反转了 这个颗粒它是真的彻底挂了 这两天我都没有去动它 它是读着读着的时候就突然不行了 不管我现在怎么加载固件 都是出现这种上传失败的 包括我也重新焊接过飞线也是一样的情况 目前它还剩下80多G的数据读不出来 在宋代苏世曾经说过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此是古男权 只能待会再把新片盖下来 重装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了 如果没有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结果了